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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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可能这我可能反映了就是台湾 刚才有讲到那个知识的专门化 但很多其实不是专门知识而已 非常日常生活的形态 我们可能就跟人员距离的非常的遥远 我记得有一次游行的时候 有碰到年轻人在跟我们嗆一下说 这个配合的话电不够 那我的同事就说 那你觉得核能占多少 他说50% 虽然我刚才有听到 范国总统也会答错就是了 好像我没有答错也没那么 就是不值得原谅 可是有关这些很多基本的讯息 甚至很简单的就是每个核电厂在哪里 就是他常常用 我觉得他用数字来呈现核一核二三 让我们都是去那些地方去参加 比如说什么春娜啊海洋记之类的 而不是觉得那个是一个 就是台湾重要的科技争议的地方 就是有这种一点一点的方式 使我们跟这个能源 或是跟核能争议很遥远 所以那个种子培训的很有系统的 相关的知识的介绍 其实让我就学到的非常多 那除了自我的了解之外 我觉得他 因为那是种子培训嘛 所以这有点像是我们种子 如何开始奋斗 那后来那个孙伟 王孙伟他们就跟学界的朋友 想要发起一个 而且已经正在进行了 就是一百的在大学 在大学课堂里面一百个就是 教核电的方法 和能争议的方法 那我们目前好像有四十几个老师 还有赏映 可能有很多老师有教 但是没有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从这个历程也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想要会讨论在大学 作为一个公共论坛的方式来讨论的 主要还是社会科学的领域 那像顺维绿蒙 提出很多很有趣的方式 可能我们在知识界还没有开拓出来 比如说做会计或是金融的 他们可以计算 或像保险计算 可以计算出如果发生核灾 或是如果要实行保险计划 要怎么计算 人文的也是可以有核电 各方面的文学 或是我碰到很多工程跟自在科学的老师 他们其实对这个很争议很了解 然后也很积极 可是有时候我会问他们说 那你们上课的时候会不会谈 他们就说没有谈 就是不会要把我们对核能的关怀 在这个课程里纳入教室 我想还有很多的空间 那也就是很欢迎各位朋友 如果有这个教学的机会的话 可能会可以跟这个顺维联络 或是打这个一百个在教室里面 上核电的这个方法 就会出现他的相关的资讯 那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是社会学 跟科技社会研究 像刚才这个辅导的老师介绍的 那我也在这个累积教学资源的过程中 我会发现我们目前累积的知识 有一些特性 我们当然很常用就是说西方的研究 那这些研究 比如说在没发生辅导之前 我们也常用的比如说back的风险社会 然后讨论就是核能就是很重要的例子 然后或是perole的这个常态的normal accident 他把这个核电的复杂性 然后来当成就是难以控制的原因 或是我们SJ的领域很喜欢讲的那个就是 称呼别的云飘到英国 然后产生恐慌 但是牧羊人知道的比专家多 我们很喜欢这种民众知道比专家多的故事 或是Winner说的就是说核电它的这个技术系统 如何有政治性 因为它是需要精英来统治 那我觉得这些文献是我们常用的 可是它有些特性 它要不然就是比较没有脉络 像风险社会 要不然它就是有特定的三里岛 跟沈若比德这个世界 所以另外一种我们会用的就是台湾 那台湾的文献其实今天 我家联合我也收过很多 因为也扩展了很多新的领域 不过做最多的我们再搜寻起来 就是还是社会运动 然后跟这个政治制度 那是这两个领域是做就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有关合一合二三 那个时代所发展出来的一些政治经济历史 像今天国会那篇文章 其实就有比较功夫的累积跟整理 这其实就比较不是我们能够上课用的资源 它还比较没有在国会之前有一个比较系统化的呈现 那或是辅导之后可能我们也会比较关心说 那那个东亚的东亚的脉络是什么 我们每次都用山里岛跟这个城楼比 可是辅导发生之后 我们开始觉得我们是很多程度是一个东亚的共同体 那那个如何变成一个上课讨论的资源 就是还是在累积 那就我比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老师 我会觉得这个核电的议题 它其实可以扩充的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我要教一个社会学导论的话 它其实可以从第一堂课教到最后一堂课 它讲文化的时候可以谈这种 像刚刚刚他讲的发展的思维啊 或是觉得这是一个进步性 它如何一点一滴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讲不平等的时候可以讲像这个 像那个核电的大收工人 像性别的时候就是我的专业 性别其实跟核电有很大的关系 我以前看一些微信我就觉得很有趣 都是真的可以讨论 比如说有些微信来讲 那个核电厂里面的专家 他跟一个危险的东西相处 他如何把他性别化 以便产生一种安全感 比如他可能会叫他宝贝 或是把他取一个女性的名字 就像有些男性对待车子一样 就是他有一些 或是欧巴桑反核很厉害 日人欧巴桑 他自己有一些侦测科技 或是对他对民生的关怀 所以性别族群 援助我们的脆弱性 政治 经济 教育 家庭 受运动 我想每一个他都可以 藉由核电这个影响我们 万一下一个阵子在台湾的话 那我们不是现在应该 就是全面把它主流化吗 我们性别就是比较成功的 就是比较性别主流化 就是每个议题都可以谈性别 不能只把它载化到性别的单元 我觉得核电也是 可能这也是应该要主流化 让他觉得像他过去好像 刚刚有朋友讲 领络分离 就是很有道理 就是跟我们生活很远的 要专家才能知道的事情 透过这种很普及的连结各种现象 然后让他在大学课里面 变成一个很容易触及了解的这个方式 好 那这个就我们正在努力 那我们这个受到的灵感 其实是有一个教学的网站 叫做Teach311 他是在三一事件之后 其实比较是美国几个东亚的研究生 他们有个双语的能力 知道英文的文献 也知道东亚这些语言 东亚语言怎么不同意 所以大家就不见得很容易串联 那他也发现说 在这个英语世界的知识 其实很少拿东亚当成案例 然后来促进我们 对于这个东亚核能的核能争议的理解 所以他们建议这个网站 那我想我们长期累积之外 也应该发展出这样的教学网站 然后他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效果 那为了解这个 那什么叫做东亚的这个脉络 其实最近有很多朋友 都朝这方向发展 今天研讨会也讲到很多 比如说包括这个地震 我们跟地震有一种特别的关系 我最近也才知道 日本在七年代 就有一个原发震灾这样子的这个说词 那时候地质学才比较成熟 那或是我们应该有个东亚辐射污染共同体 就是反正就风会吹啊 还会雨会游啊 然后我们很喜欢吃什么日本的海带之类的 但是其实辐射污染之后 就让我觉得我们很紧密的相连 那还有很重要的 包括国会刚才讲很多 就是这些政治经济的一些连结 那我也会非常 在阅读这些文献的时候 也会非常的意外 就是我对日韩的可能发展如此的陌生 我看到韩国学者说 当初这个原子弹掉到日本的时候 当然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民 可是韩国其实是高兴的 因为日本被打败了 他们才被解放了 所以这个文化上的感情 就是说他们得救了 使得他们后来发展这个核电 还有这些现代化 经济发展的这些元素 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那像这个我想说 因为我们韩剧看那么多 可是并没有演这个 所以我们可能都不太知道 但是我们如果就是更有意识的来知道 像这些比较共同的 比如说二次大战之后的东亚在冷战 或是做一个发展型国家 大家想要发展的一些共同性 或是一些差异性 藉由日韩学者的这些文献 也许我们可以累积更好的东亚的角度 那所以最后我想介绍一下 其实是傅雅伟老师当主编 那我们在场很多朋友也参与的 就是有一个都叫 《东亚科技与社会期刊》 那这是已经开五六年 其实在第一期是在讲科技公民参与 那时候我们用的封面 其实是台湾环境运动 在沙灘上写的《No Nuke》 结果这个封面传到荷兰的 出版社他希望我们换掉 所以陆长保罗接到电话一样 觉得 《No Nuke》到底是有什么 什么不可以登的 所以就对于这个争议 就是很能它触动大家的神经 觉得非常有趣 但是如果这个是作为一个 东亚科技与社会研究 能够呈现东亚观点的知识的平台的话 其实我发现我们一路在 弗兰回来之前就很关心 比如说当日本的SDS学者 他们想要介绍日本的科技社会争议的时候 虽然我觉得这个图片的SDS太丑 不是两方面 不过他就觉得他们有个文书核电厂 那是用文书菩萨 这个最有智慧的名字 来当成核电厂的方式 跟我们华贵就是有 应该有种呼应的地方 他觉得这是一个了解 就是说日本核电争议 如何被米平的一个切入点 那我们都会看出 就这个领域可能是一个最关心核电发展 那也最可能发展出东亚视野的这个角度 那单之后有机会 在SDS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小的专题 可是我们用的封面其实是台湾 就是那个用上日葵 然后希望要在森林里面不要核电的当成封面 然后后来呼吁大家都说 不是只是看到辅导而已 而是看到这些公雅因此牵动的 不管是政策的改变 就是一些集体的社会运动 好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 我们还算有点在努力啦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一可以加入那个学界上课的活动 可以把你的教材就是触发大家 变成一个共享的资源 可能其他老师想要知道的时候 就有一些灵感跟方法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推荐就是 多跟绿蒙学习 因为绿蒙它有一个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比较年轻 然后它触及的方式比较广 比如说你对于流行文化有兴趣的 可能也可以通过那个方式来了解核电的争议 那像刚刚我跟李博士还在讲说 是不是应该拍个偶像剧呢 就把那个什么有关核电争议 因为很多很多像我的领域里面 像爱滋防治 其实很多是靠偶像剧 就是有人得了什么爱滋 然后但还是爱了死去过来 然后因此我们这个社会不应该歧视他 这种事情很多是靠这种大众流行文化 然后触发大家比较深刻的理解 所以除了那个政治跟科技的理解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层面 是可以拉近我们跟核电争议的连接 然后最后就是 如果你有相关的知识生产的话 欢迎投稿到这个期刊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 其实东亚共享的 对这个科技生意理解的一个平台 这是我的音乐 谢谢大家